各位大細超台友,早晨,現在是十一日星期六,上午八點半, 講一點鹹華家常,鹹華家常就是比較屬於佛陀的校道文化, 有很多校道文化,有耶穌教文化,有孔子的校道文化,中國很久了, 猶太教的校道文化更加好做,怎麼會講校道文化又要選佛陀的校道文化來講呢? 這個都比較,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很少人想生死問題的,更加沒有什麼不知道, 怎麼會處理生死問題的,我的生命來了這個世界做了人, 究竟怎樣才叫做很完整地做了這個人的生命呢? 我猜到這個人道的生命完了,我怎麼可以是很完整, 又是可以去玩第二個站的生命呢? 那這個第二個站的生命怎麼延續下去呢? 猜到我,我不想這麼快玩下一站的生命,去第二個目的地, 那我有什麼辦法可以遲一點早一點呢? 但是無論你去哪一個站,其他的過去我們過去了,不說了,過去站一站, 你都不知道經過哪一個站,未來的站和今世的站呢? 但是今世的站呢?你更加可以自己好鳥如指掌, 因爲所以你,你由出生四五歲開始,到你有少許記憶系統呢? 四五歲之前沒有的,因為你那個未完善你的記憶系統, 到你有記憶系統之後呢?那你會,如果有人寫日記的話呢? 我相信現在世界上沒有什麼人寫日記的話呢? 如果我們縮小一點,只是講香港更加少人會有這樣的記憶系統, 我相信太忙了,讀書就讀了十幾二十年,讀到吹了雞,是不是? 成長了,根據人的生理功能,去追求女兒,追求女兒回來,組織個家庭。 就算你做富二代,那你又要爭身家, 就要在家族那裡,如何霸回那個位子,更加多勾心鬥角。 我無緣無故你老爸說,你真是做政協人大, 你不想做都不行,是不是? 我無緣無故要去鼓掌,是不是? 你不回到開會,你炸病都死了。 所以現在是一個很胡運的世界, 既然這個胡運世界, 我個人是個人的意見, 你看到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 對藏麗文化影響非常深遠, 到今時今日,我最近去了幾個那些,叫做, 叫做,急灰坑口, 連澳門我都有去看過, 另外我找了很多那些, 撞牆的,急灰坑牆的資料去看, 覺得自己真的要做一點點工作, 也都很僥倖, 我在1986年, 當時原本買十座九龍塘那些別墅的, 即是家人街,以北, 波打路道, 有一堆那些時中別墅有很多, 大家知道, 不要買十座的, 但買不到, 會買到三幾座, 有些是幫人合作, 有些是自己獨資的, 什麼這麼巧呢? 我有兩間屋仔, 在家人街, 就蓋到九成, 那都是貨美, 貨美來的, 拖著拖著, 早兩年都有人給我幾億元, 我買, 我又沒有賣, 那些工程都拖著, 政府那些, 連你裝貨, 玻璃槍, 都要政府批了才能裝得的, 是不是? 那你也沒辦法的, 那我又少知道太嚴了, 因為那些貨還沒站到, 有個朋友提我, 郭先生, 你經常都講, 釋迦牟利的文化, 現在市場上這麼多人做, 那些骨灰坑, 紀念館, 你會不會可以考慮, 把他批開, 整個比較適合, 現代人的壯理文化出來, 那就一言驚醒夢中人, 又想不到有這個機緣, 那我就著手做完這些工作, 我最欣賞的是麥西哥, 如果講死人文化,很可惜我們這個民族未有這樣的福氣,做不到,暫時未做到學墨西哥的那種情懷,那種灑脫。 當然,以前蒙古人,他們說長生天派他下來的,那一套都很灑脫,因為他在大莫草原,隨時都不需要找墓地藏,隨時死了,有些放在那邊,有些動物吃了去,或者做小形式,讓那些食人肉的小鳥拿去,所以很多大家在歷史上, 很少找到蒙古人的墳墓,有沒有見過找到蒙古人的墳墓? 他說是長生天派我下來的,長生天就自會接走我的,非常灑脫,非常灑脫, 我唯有在歷代的文化之中,就選了佛祖的孝徒文化, 為什麼要搞佛祖的孝徒文化呢? 他不只是跟你有一個狀藏那麼簡單,他透過一些移軌,你普通的宗教,你是沒有出三界的, 做神仙上天堂,就是這麼多,但佛祖不是的,佛祖真的有法門,令到你的先人是不受後有的, 超脫三界,大家可以上網搜尋這方面的資料比較一下, 唯有在佛門,你才會看到生死的究竟,其他宗教看不到, 但是,渡家都去做神仙,還有一個神仙留在那裡,或者他神仙長命一些,一萬幾千年, 但他又跌下來,繼續靜靜、靜靜,是唯有佛學才能打開到生死之門, 可以究竟看到我的生命怎麼來 怎麼走 整個十二因緣法 整個在那個因緣果報那裡看完 過元喜倫很深奧的 學佛最深奧就是看十二因緣 你不是說看文字知道它的輪轉 萬滅門那些不是這樣的 你看了沒有用 你真的經歷證到經過修行 你看到它的結構 也都在那個世間裡引證到它的演變 它的演化 那你才能夠掌控到那個十二因緣 那你掌控到那個十二因緣 就是說你可以掌控到你自己的生命之流的來去 我什麼時候走 我知道 我要走去哪個地方再延續一下一條生命 你是可以控制 或者我不再來這個世界了 那你又可以處理比較辛苦 所以我就要 因為它這麼高級的學問 所以我搞校讀文化 我都要拿佛陀的校讀文化 所以我就是想要去做一條生命之類的 那我就是要去做一條生命之類的 就是要去做一條生命之類的 我們就免費給他擺一個紀念位在那裏 就不擺骨灰 不是擺骨灰 就算他有骨灰 我們都經過處理了 變成不是骨灰 因為我看很多骨灰堪場真的很大嶺落 第一 他在那些骨灰中是很老套的 等於以前那些人那些骨灰起上來找個金字塔 就是那些執金那些有個呈 擺下去 只不過現在這個縮小了就擺骨灰 不是擺骨灰 但是你看起來很老套的 很低檔 非常低檔 加上他們的設計那些骨灰堪場 男女混雜 犯罪份子又有 有往底的又有 枉死的又有 幾歲腰折的又有 殺人放火又有 黑社會又更多 完全不合規格的 因為大家可以看回亞洲的國家的民族文化 鄧道當然更加厲害了 每一個階層 每一個階級那些我們不要求這麼極端 它們是太極端的 用什麼儀器 用什麼儀式 用什麼規格 擺的地方是怎樣 哇 那裡真的不是普通人花得起的 你們不要只想著它走行旺燒了這條絲就算了 它燒完之後 它所做的儀軌是非常高貴和王貴 就算最近九世和 即是泰國那個九世和 它過世之後 它都將它的骨灰整理過之後 再放了不同的地區 去給一些國民供奉 放一些廟道的地方 最基本的 現在我們香港看到的華人社會 它最犯錯誤就是那個骨灰坑 不是這樣再 大家以前在中國都看到 有些小塔都是三層的 有些五層的 有些七層的 有些六層的 有些八層的 每一層的小塔都不同講究個身份 就算你普通人都可以擺個三層 因為它那個古代相傳的塔 是它自己獨家一戶的人 是有自己的空間的 它現在這些擺這些壁壯 骨灰坑牆 黏到隔壁左右 所以有時候 有些學生就跟我說 他爺爺被一些古話仔打 因為隔壁左右 全部都是幫會分子擺在那裡 人家打架就打他 有個學生的媽媽就說 她睡不著 她完拜祭上了位之後 她就見到隔壁左右 她老公隔壁左右 有幾個女人在那裡黏著 她無端端想到 不知道她老公下了 所以被那些女人扣起來 笑到你肚子痛 他們很多連想 那你又制止不了別人連想 變成她做夢 都說見到她老公被那些女人打 有些人說阿爺被人打 笑到你肚子痛 所以我們那個紀念館 不接受骨灰擺進來 即是你現世的骨灰不接受 如果你有骨灰 還有我們集中對象 就說已經有些人 擺在那些普通的政府的坑場 那些骨灰坑 即是十幾二十年前 二十幾年前 那些祖先擺了 但今時今日的後人 都有兩個錢 希望再做多個好的位 供奉那些先人 這些是我們最主要的對象 這些是我們最主要的對象 但有條件的 不要犯罪分子 他離開世界一定要超過六十歲 如果生過世的人 如果現時這個星期死了的 放進來 一定要後人有大學學位 但都要超過六十歲以上 才能擺到我們那個紀念館 人家怎樣處理我們 不知道 我自己就拿回正 在我們那個傳統文化 它淺了一個規範 哪類人 物與類聚 人與群居 人一定要街等尋次 就算在我們中國 都有那些下九樓的人 對不對 大家上網上去廚下 什麼叫下九樓的人 什麼叫下九樓的人 連祠堂都不能進去的 哥仔 無緣無故 我國某人搞個佛祖紀念館 弄了一群九樓人物 擺在那裡 那就影響了那些有成就的人 那裡很大規範 所以我就會搞一個 那有什麼呢 現在初步就定了下來 紀念館 就有我們很珍貴的 印度希臘的佛畫擺在那裡 又有我們古代傳承 有很多捨利塔 角色的形狀很漂亮的 我又會被人特製擺在那裡 最重要呢 因為我都是中國人 雖然我們的儀家孝道文化 不得究竟 但是在世俗來說 要用的 所以我就會搜集了 中國的孝道文化 那二十四孝的故事 就擺在紀念館那裡 希望那些 爸爸媽媽 帶小朋友 來看的時候 看到二十四孝的故事 讓小朋友 加強了他的感恩的心 如果這個世界的人 沒有了孝道感恩的心 這個世界會繼續沉沉 那你都不是人 沒有了人性 不為爸爸 不為媽媽 只為國家 對不對 宣傳的法律 叫子女讀父母背脊 這些是什麼文化來的 那是不是說 你父母錯了不讀背脊呢 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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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不要自己讀 那個恩果不要落自己手 那你告訴朋友 或者你找個匿名信 叫朋友請個匿名信去報 但也有相確的 究竟你那些是不是惡法呢 是不是真的你父母說句話呢 會破壞了社會安寧呢 這個要相確 自己要決定 就不要給那些惡法 給那些獨裁者 就搞到你頭暈眼花跟他走 嘩 對啦 如果我們政府呢 那些人鬥刀背脊去做 那你就撲街 全家慘 那你就加散人亡 因為現在有很多國家呢 搞這些獨裁文化呢 這些獨裁政權呢 是令到別人加散人亡的 他自己啊 風高厚陸啊 拿著權威啊 作威作福作怪的 所以我們不要中這招 你那個楊奉恩惠的 不出聲沒有人說你啥的 幾個都聽不到他講什麼 是不是 聽不到不犯法的 一定會聽到的嗎 我剛剛在想的事情 是不是 我剛剛在唱著 《榮光歸於香港》 我心唱的 是不是 我聽不到他講的 是不是 大家要很有智慧去面對這個世界 特別面對這些古靈精怪的世界 現在有一個世界是人非人的世界 大部分的行為是動物型來的 比那隻狗更壞 那隻狗 那隻狗會感恩的 大哥 不咬主人的 有些人這麼佳衫 是不是 很大鑊的 大家就不知道了 督路勢自己上位的 殺了左右的那些忠臣自己保住的權位 現在的世界整個畫面 大家看到了 看到武軍所作所為 都不想多 都不想開名 如果普京殺人不少嗎 初步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心境 所以我們宣佈了 我以前 凡是捐過錢給我們文化中心做工作的學生 或者網友或者台友 希望你保持那個收據 到時你參與我們這些組織的活動 就可以當現金用的 還有我會第一二批 給這些人幫過手的人 因為我們那個會籍可以轉讓的 我們製造給他們賺一些小錢 證明這個大宇宙的因果力在那裡 就是你在幾年前捐了百元給我 是送兒童百科傳書給我們中國內地的 我不是計你捐錢多錢來做事的 大家不要忘記 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 你捐錢多錢去三年前 你要捐錢多錢去三年前 支持我們送兒童百科傳書下鄉 有些點心 你都有資格來參與這個工作 那你就有機會可以賺一筆小財 就是這樣 這個我就要透過這樣的部署 這個這樣的行為 是令到世間的人多些知道 那個因果力在那裡 原來以前捐過一百元 現在郭先生給我認購一個會籍 不用半年轉讓了賺幾萬 這個力不是很大 就是我要用實質的行動 製造我因果力出來給人看 就是找一把口 如是恩如是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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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所以我就要製造一個比較好現實的因果力 我曾經有一批人在哪個時空 捐過錢給國貿人的基金 送那些兒童百科傳書 下去我們中國內地的 有個點心的當年 現在今時今日有個點因 現在有個果報 說無緣無故郭先生都安排到我們賺一萬幾千 賺多一點我就不說 總之你不會虧本 一旦要別人虧本我就睡不著了 就是自己炸東西 就是以前我成立的公司 每個學生級兩萬元三十多人 三個月歸本 近一年四季派息 我們還有這個能力在那裡 那就玩一套遊戲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因果的遊戲 暫時說這麼多 再有新的資訊跟大家分享 那二十四季故事 我們會做得很精進的 大家還想一下 究竟用漫畫形式出街 依照我們古代的版本 做一些版畫來去演繹 這個真的還要參考 因為面對年輕人 要比較靈活一些做工作 好多謝大家再見 謝謝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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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